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迭代我们自己的产品 我希望我们的视频节目跟我们的频道 跟汽车行业一样不停的迭代进步 然后你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PPT 我知道大家都之前看我们的汽车的818也好 我们之前的版书也好 大家都觉得我们字不好 或者说现场的那个环境不是很好 所以我们现在采取这么一个模式 PPT的模式来给大家来做内容 希望给大家带来更加详实的 或者说更加优秀的这种观看体验吧 然后可能看起来有点像网课 我们在工作室里面 大家一直认为这是有点像大学生的网课 但是我觉得确实从讲述的角度 包括大家观看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模式 然后所有的PPT的文稿都会比正常的铁板书要难得多 包括我们在 我觉得还挺难的 对我们自己来说 因为你想到可能一个产品的workshop这种讲解 他们是一个团队做的 就是工作 它就是汽车主机场 我先聊到前面 因为以后我们做模式会更多一点 第一期节目我想聊更多一点 可能对于大家来说PPT是简单的 但是对于我们来说 其实并不是特别的强吧 这方面本事 包括我们要去找资料之类的 然后做PPT时间也会比正常的周期要更长一点 现在有我们的新的小伙伴 于一全程全面的负责这一块 后期 我也是这么考虑的 我们可能会让页页 或者小攀 稿子还是我来写 然后PPT由于一座 然后讲述 我有时间我来讲 没有时间 我希望让小伙伴们来更多的来学习 就是发言吧 应该这么说 那反正我们自己慢慢的进步吧 跟大家一起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节目 我们正式进入2025款的50迷你四代的这么一个新车的818 那我们只有非常重要的车型我们才会说要做一个818内容 那这辆车型我们是在工信部里面看到的 那整个车型是迷你的第四代车型 我们看下整个外观设计是变得更加圆润了 这些我先放在前面 整个外观设计上面它偏向于更像有些人说的mini跟冰果发生了一点故事 差不多是这种感受 然后这次最大改变是有四门版本了 之前只有两门版本 现在是有四门版本了 这是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事情是大家能看到整个流线型的变化是比较大的 这点我想说的是整个流线型的变化是对于整个车辆的风阻系数 包括能耗水平都是有正向帮助的 这个我要重点提一下 就是说很多人觉得为什么现在50包括新的就是50新的红光 包括新的mini为什么做这么流线型了 包括他们其实三代的mini已经开始做流线型了 而不是以前的纯粹的方盒子 就是因为你去研发或者说让整个车辆的流线型外观的板金工艺做的更好 它就是能够降低风阻对于续航的影响 这个我说过很多次了 车辆超过40公里以上 你的风阻跟整个车辆的摩擦阻力其实基本上已经差不多了 在一些小车上面 在一些方盒子上面 这种状况会更加的明显 我说40是初代的modal 3 一些一个美国的测评机构测出来的 40公里以上风阻系数已经能对车辆的能耗产生巨大的影响了 那你想到 反过来推你就知道为什么小车里面作为 其实要做方盒子50之前就做过他为什么没有再继续做 就是因为 他们知道在 在那个 米 冰果上面在更大一个级别的比如说我们现在知道的 星光 包括一些后面的车型 他们都在做这个东西 就是因为实际上他就是有效果 他就是续航 包括能耗能降低的 所以在迷你上面他们也用了 这是这是第一个要讲的 然后第二个要讲的是他并没有说完全放弃两门版本啊 我是更加喜欢两门版本 我觉得更好看一点 三门版本更加实用 两门版本更好看 这是我对于这次外观上面的感受吧 然后还有一个事情是 我觉得这两门版本其实最大的影响应该是领跑T03吧 其他车型其实这个价位内做四门的车也比较少 那唯一能选的可能就领跑T03 但领跑T03之前很便宜 现在好像涨价了 我觉得还是蛮有影响的 那我希望这个四门版本能开创五零的四代迷你的一个新气象吧 就是其实是迷你的两门版本已经做到了行业的top 而且这个市场本身就这么这么大 你想他已经卖了两万多台 毛三万台了 之前最高的时候三万多台 其实市场饱和的还是比较快的 包括诺语米啊 包括后面还有很多其他车型 其实做四万左右的车型 包括我们前段时间买的 我们叫几粒的卡进车 它其实也是一样的类型 那我觉得迷你的所有的这次的改进方向 我看到都是往实用性去改进的 这是我认为是对的 包括第一个是风组 刚刚已经说过 第二个我们能看到它全面的大灯都是全LED的 我不知道它里面的灯组系数 就里面灯组是不是LED的 还是说只是一个鱼眼头灯 那我希望它内部也该用LED了 其实LED大灯现在成本也不高 而且整个招式面积而且实际效果都很好 所以我是希望它都是LED的大灯组 而且成本也不高 然后电耗也低 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然后尾部也能看到 最早的从武林宏光迷你一代的小灯泡 到现在的LED 那无论从外光设计上面 还是整体的感知上面都是变得更好的 这个轮毂还是一样 是轮毂照的 有各种版本可以选 然后它也有双色的车顶 这个也是之前马卡龙 这个很多小细节方面 其实如果说你是真的要买这个类型的车 其实网上的言论跟线下实际去购买的言论 其实不一样的 就跟宾果很多人去买的最大原因 其实像我很看重的空间化 但实际上颜值也是一个重大的改变 就是宾果能卖的好的原因 它颜值是占很大一部分的 大家都是认可它好看的 那我觉得这次小改款 我是觉得好看的 没有什么好说的 然后我们继续看下一页 下一页这个是尺寸 尺寸我们能看到 这里我重点写了一个东西 叫天鱼S平台 然后新的尺寸 你看到跟旧的去对比 是完全不一样的 无论从长宽高都是全面的放大 包括轴距也不一样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 这个车型就是彻彻底底的 完全的新架构 新平台做的 也是天鱼S架构 如果你们对天鱼S没有 这个不是那个模式上点不开 这个超链 这个还是在编写模式怎么办 制度 这里我们还做了一个超链接 怎么去超链接呢 这个我们 播放进来 因为我不太讲PBT 所以 这样能看到吗 大家看不到 大家看不到 这个为什么 它这个 就天鱼S架构 大家看到吗 天鱼S 就是 这是天鱼S架构 就是我们的自己的越野 它就是 越野 越野就是天鱼S架构的 这是一个 天鱼架构 从小车到大车都是有的 S就是最小型的 M D就是中型的 M就最大的 应该是这么一个布置 我印象里 还是我记错了 D是最大的吗 反正S是最小的 S就是我们的越野 就是用的天鱼S架构 然后这次 那个 宾果也是天鱼S的 所以 这次底盘上的架构上的改变 其实是非常巨大的 我们都知道 我们之前的 迷你的三代 其实是二代的GB底盘上面的魔改 超级大改 应该 不能超级大改 就是拿GB底盘做的 那现在的三代 你就是完完全全 现在四代跟前面三代 二代一代就完全不一样了 它就是一个全新做的产品 然后我们能看到 这个是我的那个mini的 那个 新版本 然后这是三代产品 三代产品 你看到三代产品 其实跟一代产品 二代产品 其实有个本质区别 就是它整体的流线型 是有优化的 你看到它变得更圆润了 其实它就是它 整体的外观的轮廓没有变 但是细节上面的那个 优化还是比较大的 对能耗是有帮助的 然后是动力方面 动力方面呢 它的那个改变也是 一个3000瓦电机 然后另外一个事情是它是后置后驱的 这个跟原来基本上是没有区别的 然后呢 外观上面 动力上面比较容易大家关心的是在于 它这次也是跟50的其他电动车一样 用的是柳州赛克发展 这个公司我可以说一下 它其实就是上汽的全资的子公司 然后包括电池 包括动力电机 包括动力组件 它都是分开持股的 你基本上你可以理解成 现在50把整的一个所有产业链 尽量如能留在柳州的都留在柳州 这个我觉得对于广西的发展 我挺认真的 我觉得可能大家没有这种明确的感受 但在柳州 你可能你们家里面总有人是在武林上班的 这是他们的语言话 你家里总有亲戚在武林上班 其实我认为 这个跟地方保护主义 我觉得还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觉得广西确实是需要像武林这样子的企业 去拉动整个一个内部的提升 因为广西其实不像我们这里 我说实话 我们我们浙江宁波还是有很多很多小企业的 其实你说一个 比如说吉利集团还在不在我们宁波 其实不会对我们平等 对我们有大的你说影响 但是如果我觉得如果是在柳州 还是很重要的 它能拉动起一大帮的产业 我觉得广西老铁是需要武林的 我觉得你看武林干的事情也是 我觉得棒的 就是把那些厂 你要是跟我 你要跟我合作 发起领头效应吧 我是认可的 我是认可的 我觉得广西老铁 是因为我觉得共同富裕 我觉得没毛病 我是认可的 共同富裕 然后还有一个事情是 他其实很多人说合资的问题 这里我也是简单聊一下 还有人聊合资的问题 其实本质上 你看到他的供应商 基本上都是中国企业 包括上海汽车 变速机构仙公司 其实他母公司有合资背景 但是他采购的 包括你在里面上班的 正好八经都是柳州人 都是中国人 包括他的供应商体系 其实养活了很多的很多的人 实话实说 这个是不要被那些键盘给引导的 然后是重大改变 这个重大改变 我前面本来是应该在上面的 就是重大改变 就是说他整个一个有ESP的 就是ESC 我看到这个细节是 他这个版本 两个版本里面都有 RAID ESC5上期 联创智能互联监制公司 这个配置是ESP ESC就是ESP 什么ESP 就是EPS 就是车身稳定系统 他就是ESC也可以 他就是叫不同的名字 他本质上就是车身的稳定系统 这次在迷你上面应该会搭载 50现在的跟 这应该是跟最新款的410的 冰果是一样的 那个车身稳定系统 很不容易啊 在这个级别里面 你他应该是第一个 我知道的第一个加ESP的厂家吧 应该是这样子 不知道到底能不能全息标配 我全标配我就不太可能了 但是我觉得给顶配加上一个ESP 我觉得还是很好的 实话实说 知道他们有在往这方面努力啊 然后是电池 电池它是广西的国宣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就是国宣高科 它其实是这样子 一个是那个 武林自己的上汽的那个电池 我们刚刚已经说过了 就是我们说的赛克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国宣高科 国宣高科 它这个厂也是在广西的 也是在柳州的 所以你看它所有的产业链 基本上都留在了柳州 留在了广西 我是认为这是个 我刚刚已经说过这个事了 我觉得是对的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吧 我觉得要发动先富带动后富的作用 然后另外一个事情是 上期时间 我看到网上大家车言论说的是预计年底上市 这个具体是不是年底上市 我确实不知道 但是我也希望年底能上 因为这个车型其实改变的还是特别大的 我认为是非常值得期待的一个车型吧 毕竟在这个价位内的车型其实真的非常少 其实最后总结部分我想聊的是 特别不容易 其实大家看到 武林虽然我们叫柳州小厂 但是你看他其实完全没有说有那种 那种在我在小地方就摆烂 这种完全没有 你看他的冰果也好 冰果的从333打吐槽 然后改到410 包括迷你的二代不行 立马出三代拿二代底盘做 然后包括现在 其实他们做 他们做三代的时候 其实他们一代卖的还很好 包括他们 冰果原来出410的时候 他们冰果的那个版本 就是原来333卖的也挺好的 包括星光S出来改了这么多东西 他还是有非常多的 就是他不是说 我好像卖的还不错 我就不进步了 这种他们是没有的 包括迷你四代 大家知道他们之前在迷你三代 这个是还没上市 他们已经做到了月销 两万六上个月 然后之前也是每个月两万多 两万多三万多都有 他已经卖了130多万台了 你看他并没有说 因为我已经 我可以这么说 我一直说迷你三代 已经比同级别的一些 迷你车型 他的产品力已经更强了 我说实话 你可以去试一下 但是他并没有说 安坐钓鱼台 他还是说 在别人还没有继续出牌 还没有超越我产品的时候 他已经把那个牌打出来了 我觉得 这就是我认为 我喜欢50一部分原因 我觉得这方面也是 他们确实一直在进步 一直在进步 他们知道这个 这个级别应该怎么做 我们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提升 我们去收集反馈意见 他们在进步 这是我觉得50迷你四代的给我的感受吧 那我是希望这辆车早点上市 我们期待一下他价格吧 期待一下上市 期待一下开启到底怎么样 我们现在也多更多是818 希望我们的818节目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也看到很多的人在书想看心愿啊 我们因为中秋节嘛 我稍微休息一下 我尽量给大家安排上 谢谢大家 如果觉得我还讲不错 希望大家帮我们点赞评论转发 这都会对我们节目特别大帮助 如果你对这个模式还喜欢的话 可以评论区给我们一加鼓励 给我们鱼鱼一个鼓励 谢谢大家 我而行吧 这类得 gewang 晓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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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晓 것이